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幸福 敬请关注 自古诗人皆入术 如今无论是动物 美食 花朵 音乐 都成了吸引世界看向东方的软实力 系列节目 我奋斗 我幸福 八十度 广度 即将为您讲述 有一句口耳相传的表述 叫做自古诗人皆入术 诗歌所体现的人与诚的关系 正说明了巴蜀之地自古以来的文化吸引力 如今这种吸引力早已超越文学的边界 国别的差异 变成了现代生活的大融合 成都人民也早已拥抱世界的胸怀 乐观开放的思想 接纳了来自各个国家 各个族群 各个阶层的人们 共同在此建设家园安放梦想 一大清早 距离成都市中心十公里外的 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还是一片静悄悄 在这里已工作了二十年的饲养员 谭金桃 拿起竹竿端起饭盆 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去喊熊猫起床 来 来 来 看你 真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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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妹 对你 大妹 想到苹果的熊猫们吃得津津有味 但谭金桃钓熊猫的真正用意 是让它们能站起来 以锻炼后肢的力量 结束了美味的早餐 国宝们该去和翘首以盼的游客们见面了 而谭金桃一天的繁忙工作才刚刚开始 每天早上 大熊猫都会留下一些吃剩的竹子和大量的粪便 不过这一袋袋的粪便可不能随意丢弃 里面藏着诸多的秘密 现在称粪便 有44公斤应该算正常的 一般就5公斤左右 大熊猫的粪便能一定程度上指示它们的健康状态 所以即便大熊猫在外悠闲地玩耍 饲养员们也没少操心 不但要清扫记录 还得掐着点按时喊它们回来吃家餐 小的一岁多脊膀都我在带 带到两三岁又换来一个地方我又带下一副 小的一岁多脊膀都我在带 带到两三岁又换来一个地方我又带下一副 专门喂养熊猫宝宝的谭金桃 为了做个合格的奶爸 直接把处处安在了熊猫旁边 我这边就是值班室 晚上就在这边值班 熊猫有什么情况就及时处理 这边就是那个活动区 幼年大熊猫园的监控 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游客接待量 平均每天超过两万人次 众多的游客在爱上熊猫的同时 也爱上了成都 我从广西南宁来 我从哈尔滨来了 从河北 广东 从重庆 你们从什么地方来 一会儿去找那个熊猫游局 然后就 这位和八方游客热情攀谈的老人 名叫孙前 是国内著名的大熊猫文化研究学者 他来大熊猫基地的次数 多到数不清 每次来都要和游客们聊上几句 从熊猫接缘 研究它 宣传它 那是从2000年的时候开始 十年后 孙前出版了他的大熊猫文化笔记 既是对大熊猫科学发现140周年的县礼 也让他成为了国内首居一指的大熊猫文化学者 我自己有一个追求 我这本书 1000年以后的人要知道熊猫的历史文化 要知道我们中国人怎么推动熊猫文化 从我的书里边去查阅资料 孙前与大熊猫结缘 我们成都人 我们四川人 我们中国人就有责任把我们的国导给他们介绍 几十年来 孙前对熊猫文化的推广 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熊猫 而谭金桃喂养过的熊猫 有些在成年之后 还走出了国门到全世界去卖萌 在这一来一去之间 成都的文化魅力便被不断放大 而有此种功效的 自然还有成都的美食 这位一手打光一手拍照的 是成都餐饮圈里颇有名气的美食评论家 为了标榜吃得多见得广 他给自己取名酒吃 意思是一天要吃九顿饭 带有四川特首来做的一个海鲜 有蟹牛 有这个鲍鱼 然后用这个青花椒做的 这个叫泡面的餐馆 专门帮你泡面 从以前拿菜刀到最后是拿笔 到现在可能从事管理 拿筷子 但多是跟餐饮有关 喜欢这个东西嘛 也就即使工作 那么也是一种享受 酒吃王十五 原是成都最高档餐馆的大厨 因为热爱看书写作 被杂志社发掘后进入了媒体圈 被戏称为写文字里吃的最多的 从94年进入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算起 他在餐饮圈已工作了二十五年 很多外地朋友 包括身边的朋友都在说 你天天这样吃可能成都都吃片了 你有没有感觉厌烦 刚好相反 餐馆太多了 就每天都有新开的 就每天都有新鲜的感觉 肯定是吃不厌的 在酒吃眼里 食材不分贵贱高低 烹调不问南北西东 只要发扬了川菜的核心内涵 就是好的美食 酒吃今天的第三顿饭 是成都传统的麻辣烫 而下一顿饭 他又来到了最传统的川菜馆子 反正我们就说很多川菜 只能看到一些流行的 一些这种江湖菜 包括我们一些传统的菜 可能就不太认识 比如现在八道菜 就听都没可能没听说过了 这个叫回锅烧白 然后这一道菜呢叫芙蓉鸡片 然后这道菜是这个焦麻的豆筋 你看我们这边刚才这个 全是白的 没有一点这个辣椒 但是这道菜就完全是红烟烟的 同样的颜料在不同的加工方式 不同的油温 不同的颜料的结合出来 它都变化就很多 比如说麻辣它可能分到很多层次 用鲜辣椒做的鲜辣 干辣椒和这个发酵做成的那个香辣 泡椒做的那种酸辣 像麻婆豆腐这种麻辣 还有一些什么糟辣糟辣椒啊 就感受这个川菜这个复活味的魅力 各种味道的层次都有 川菜本身就是移民文化的结晶 所以才拥有麻辣在内的24种味型 并衍生出了一菜一格 百菜百味的特征 近年来川菜在世界的流行 正是一日三餐所体现出的文化吸引力 等到华灯初上 九吃又和朋友去了烧烤摊 我觉得川菜就没有跟烤肉有联系啊 都是水煮鱼火锅嘛 这个四川的烧烤分了几大派 比如洛杉的烧烤 洛制的烧烤 宜宾的烧烤还有就是西窗的烧烤 这个西窗烧烤它一个特色就是 大豪迈 它这个基本上是一公分扣 大块吃肉大口喝酒这种感觉 来这就是就是撸串了 来这就是撸肉 对 烧烤这个东西很多人都不健康 这种什么说 但是没人能季节烧烤 人类第一次吃到火 吃到熟食就是烧烤 它是阴到骨子里面的 对对对 能从梁山的黑猪肉烧烤 聊到人类的远古记忆 酒吃真的是能吃敢吃 又会吃懂吃 一天酒顿饭固然是夸张的手法 它戏称自己跃入十万卡路里 也会为了努力吃而努力健身 作为曾经的专专业厨师 吃到了美食也会偶尔寄养 亲自下厨做给朋友们一起评价 你这个咱们买的吗 这是 稍微一点 好小哦这个 这个不小 好了好了 可以了 这个来就是泡辣椒 家常的这种酸辣味道 泡辣坛子就是四川人的调料缸 就是这种鱼 就叫家常鱼 在成都的那种 大大小小餐馆都有 都有 每一家都不一样 但是每家都好吃 成都比较适年轻人 就是因为它的便利 还有就是生活方式 本来就今天 应该说工作日比较忙 但是你要说吃饭 还是就多有时间 成都是巴蜀美食的汇集地 它又以包容和创新的精神 让这些美食 焕发出新的万千滋味 如今 川菜不仅流行于大江南北 甚至让全世界的时刻 为之着迷 而在川菜之前 就有一种以蜀命名的植物 走出了四川盆地 点缀了全世界人们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你给我点时间 我送你一个中国最美的四家黄金币 2007年 周晓琳拿出全部积蓄 在成都的金塘县租下了一千两百亩土地 开始打造妻子梦想中的花园 经过六年的开墾经营 周晓琳终于兑现了她的承诺 山蛙变成了繁花似近的鲜花山谷 而其中最多的是一种花语为梦的植物 鼠葵 当我们在世界各地到处去考察的时候 全世界只要有人定居的地方 就有中国的美丽在而展现 竟然是中国的鼠葵 当鼠葵被植物猎人带到欧洲之后 受到人们广泛的喜爱 鼠葵走进了他们的生活 甚至出现在绘画 诗歌 音乐和电影里 它在世界的影响超出了我的想象 从那时起 周晓琳陆续收集了七百多个 不同品种的鼠葵 种植在山谷里 现在她的花园已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 品种最多的鼠葵花园 周晓琳和音杰还发现 鼠葵的花 根 叶子 种子都可以入药 花既可以生食 还可以烘干做茶 甚至可以酿酒 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几许闲趣 不论是它在中国的历史上的影响 还是在目前 在世界的影响 这个花都应该值得我们去关注它 遇上这种花 是我们的一个幸运 因为它太美了 曾经验了世界的鼠葵 在鲜花山谷重新绽放了属于中国的美丽 周晓琳哈曼虽远离喧嚣 偏君异渝 却因为忠于自己所爱 在平凡的生活里 洒下了漫山遍野的色彩 在成都 活法并不是可被定义的某一种 而是每个普通人追求幸福的途径 甚至 这种幸福的来源可以是温暖他人 照亮自身 这个城市有大量的娱乐人才 但大家往往只看到的那些聚光灯下的人 那个时候就在想 哪天我要给更多的平凡人 提供他们开办演唱会的机会 做广告出身的冯伟 正带领团队讨论的 是平凡人演唱会的四周年特别演出 但是我在想 我们的初心是什么 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是 不是选好声音 我粗略的苏里面的主题 叫做我们的舞台 让平凡人发现了自己的不平凡 在平凡人演唱会四周年的排练室里 没有一位是玩音乐的职业选手 待在角落的李辉 正在经历他的第二次创业 忙里偷闲中来到排练现场 我喜欢音乐 一拿着麦克服又会发疯的那种人 我们家就是普通的工艺阶层 没有那个资源可以给我去学音乐的 四川出生的李辉 大学毕业后去了广东闯荡 2009年回到成都 之后两度创业 觉得今天可能有点过了了 底位上没有 然后会严重可能 不断的都处于崩溃 打鸡血 自愈 然后再崩溃 不知道怎么应该怎么去调整 正在此时 李辉的朋友告诉他 有一个平凡人演唱会的机会 他毫不犹豫地报名了 然而第一次选拔试唱的情景 连李辉自己都大吃一惊 平凡演唱会最早很特别 它是在一个全黑的空间里面 大家都会觉得好奇怪 这个人唱几句以后就开始跟演了 一个大老爷们 四五十岁一场大哭 他在那个地方跟我们分享余悦的时候 他跟我们分享的是生活的全部 四十年演唱会放在十一月三十号 过来演唱 在冯伟的帮助下 第一次演唱便崩溃大哭的李辉 逐渐适应了舞台 也找到了释放情绪的窗口 过去四年有三千多位歌手 替我名帮五十四位歌手 实现了五十四场演唱 我不敢说我的事业上升 跟这个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它一定有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平凡人演唱会 像李辉这样 有音乐梦想的普通人登上了舞台 和累计近一万多名的普通观众 支撑着平衍走过了四周年 作为创始人 冯伟从来没有刻意追求商业变现 而是以众筹的方式 靠来自各行各业的支持 将平衍可持续地运营下来 在略显紧张的排练之后 已满四周岁的平凡人演唱会 今晚将从黑暗中走出 十六位素人歌手 六组助演嘉宾 将在寒冷的冬夜 为四百位一路支持他们的观众 带来歌声和温暖 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充年 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 这非常非常的难得和不贵 我就会觉得 好像我又找到了一个地方 可以去做一做我自己 四周年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 不管你是来自任何地方 只要通过音乐 就让你感受成都这种人情乐 平凡人演唱会对我来说 是我的一面镜子 然后让我更珍惜现在的自己 鼓励每一个平凡人 追求自己的梦想 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才不乏味 一旦有平凡人演唱会 邀请我去唱歌 我就会莫名地开心 我们通过借助我们自己的力量 去让更多的人被站上舞台 是温暖大家的同时 这也是照料我们自己的内心 如果说平凡人演唱会 是为所有热爱音乐的平凡人提供了舞台 那么成都则是为各行各业的平凡人提供了舞台 用他们的故事将成都的价值告知世人 将成都的活法诉诸世界 从巴蜀之地的繁盛 到世界文化的交融 这座城市的风度 气度 广度 不断延展 为世界奉献生活的心意 缔造共同命运的未来